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71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老物金属变体的蛇鸟 或者叫做翼龙 在动画片里头它是没有出现的 因为它还没有进入金属变体这一季之前 它就已经挂掉了 先给大家做过金蝶收藏系列那一款红色的版本 那是它世界初的造型 而这一款金属变体的一个版本的话 在动画片里头是没有出现 所以就是玩具公司为了要对民友有一个交代 特别做出来的 那么年代有点久远了 那上面的一些电镀 你看到这有些地方已经小小退掉 但大体上来说 当时的电镀玩具 它的质量还是比现在的玩具要好上非常的多 这款玩具极具观赏性 当然把玩起来也是非常有乐趣的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它身上的话有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握持的话呢 它是靠着手掌中心是有一个洞的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掌中心 它有一个洞 那这个洞的话呢 就是用来握持这个武器 那你可以看到武器的话呢 你可以扣在上面 你也可以把它给拿下来 在这边 孔洞解开 将它给拿出来 然后呢 它要放回去原本的位置的话呢 就是靠着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锁扣 这样子 把它给放进去 那这里的话呢 就稍微卡一下 然后转一下 它就会锁定住了 基本上呢 就扯不下来 你就转到最内侧的时候呢 才可以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拿出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拿 如果你把它放在手的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说它也是一个武器了 那么这款玩具 它还有一些小噱头 比方说它的一个背后 有一个很帅气的飞行背包 尽管看起来 它好像手已经自己能够展示高飞了 但是它后面的话呢 还是有做出一个 类似于推进器的一个造型 在这里 然后两侧 这里有两个 像什么动力装置一样的东西 那这一款的话呢 玩具的主人的话呢 保存的其实还算不错 不过这里的话呢 还是有点小松弛 它是卡不住的 另外一侧呢 还能够扣得上 那我们就暂时的 将它给回复到它的原状 玩具的体型呢 它是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 我们来看一下 它跟第四集的一个deluxe等级 身高其实差不多了 虽然高度矮了一点 但是肩膀啊什么的 这个当然零件数什么的 也是胜过现在的玩具 不知道多少档次了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面调 然后头部上下可以稍微动一下 它整个是板块一起动的 左右旋转并不是球形关节 然后手臂这里是一个球关 360度转动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的话呢 二头肌是无法转动的啊 毕竟玩具比较久远 手掌的话呢 也没有得转动 但是它的造型就是很好看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印刷非常漂亮的字体 应该是他们派系的名字 掠夺兽吧 那腰身的话呢 是卡死的不能动 脚前后踢啊 没有问题 膝盖可以弯超过于90度 脚爪前后稍微动一下 那没有这个接地 也不能够旋转了 那我们的话呢 就给各位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蛇鸟 金属变体蛇鸟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它的变形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 就是它的这个头啊 跟身体的这个锁扣呢 靠的是里头某一个关节 那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 第一个步骤我会建议是 把这个头给往这边翻出来 这个才能够做一个解开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有个机关非常的妙啊 它这里不是有个凹槽吗 然后这个头你往内推进去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锁扣 这个锁扣要扣进这个凹槽 但是呢一定是呢 先把身体挨上去之后 再把鸟头呢往内推 它就会一个倒勾这样勾进去 去勾住那个凹槽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达到一个锁定 千万不要在锁定的状态下呢 硬拔啊 这样子里头 这个鸟头的这个内侧的 你看先把这个地方解开之后 就可以把它推出来 如果你对的不先把这个松开 你直接硬扣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断掉 那我就只能跟你说 嗯就就就很悲伤了 而且这个玩具已经很难很难买到了啊 好了先把这个地方锁扣解开之后 头给往前面推下去 头的后面呢会露出一个洞 这个洞呢是我们需要的 对是洞是我们需要的 然后这里有个凸 刚好哎刚好我有个凸 就把它给放下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上半身就达到一个锁定了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尖尖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跟后面这块部件就可以挨在一起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转过来到这边 这个手臂往后放 这个部件往前推 然后把它做出一个类似 我我跟你挨在一起的一个样子 等一下这个地方 我想形状不太对是吧 这里 这样往上推 对把这个形状呢把它给推出来 那下半身的话呢 就是这里整个往前面推之后 这块部件是水平的 这样还不够平啊 我们这样子 把它给打平之后 你看到这里有个凸 我们先把这个角 你看到这里有个洞 两侧都有洞 我们把它转成一个内巴 然后往外转这样子 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这样往内转 你可能比较轻 然后就这个时候 就这里 突个刀把它扣上去 但是扣的时候就是 你要保持住这个地方 是一个平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把它捏住 再来扣它 顺便提一下 顺此一提 你这个地方不扣也是可以 就是把它的角呢 就变成是一个 往下放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呢 我觉得往下放呢 没有比较好看 我是喜欢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里 好 把它给对上 好的 然后这个鸟爪 就是往后放就可以了 如此这般 我们的这一款 蛇鸟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啊 然后你可以很完整的 把它给平放在桌上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的一个形象 玩具很大 非常的大 我们拿一个 现在的一个 官方第一级的玩具 足足一战 是它的两倍的长度 那玩具也很漂亮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依然有很不赖的可动 应该说它可以动的地方 还挺多的 头上这个头关 可以动 这个就不说了 它这个鸟嘴的话呢 也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 上 往上 可以稍微 动到极限这么多 往下 可以动多一点 那你当然还可以再调节一下 但是应该是往上推吧 应该是 反正动画片里头 它也没出现 翅膀 当然是可以动的 你要往前动一些也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分开 所以我们就不要 做那个动作了 那后方的话 脚的话呢 你要解放下来 它就是可以两足的行走 然后 在这个情况下 后面这个地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还是可以把它打开 让它变成是一个 已经能飞就算了 还要给自己加速的 一只科学怪鸟 金属变体的 一个家伙 这里打开 可以看到那一部 闪亮亮 电镀 很漂亮的一个 像是涡轮装置的东西 整个玩具的话呢 就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噱头 也是挺多的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大家做这么样一个分享 这是一款 真的是 这个才叫翼龙 对不对 我们上一期做的那个 赛波弹制 那个叫什么翼龙 对不对 好吧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